我現在沒有感情啊 蛤 我已經說沒有交女朋友 對啊 要確定了 這不是被拍到牽手了 那不是女友嗎 林廷漢和雨婷結識 去年被媒體拍到兩人牽手 林廷漢前女友卻報自己被林廷漢劈腿 正攻變備胎 不過當時他僅表示 雨婷就是好朋友 我們試一下有一個群組 包括女神 然後包括偉鏡 其實大家都是感情很好 然後就是都會互相 牽手 互相 互相幫助 然後互相支持彼此的 為什麼你在聽他牽手的時候 他有需要什麼幫助嗎 你讓他可以跌倒 我其實也 我其實不太記得當時 因為 因為 強調單身想要以事業為主 因為目前只能養活自己跟狗 你確定嗎 本月十七號午夜 本刊在市民大道巧遇林廷漢和雨婷 兩人坐在吧台位置用餐 不時交頭接耳談天說地 接著林廷漢結帳 雨婷則緊跟在後 出餐廳後 林廷漢邊走邊剃牙 到了暗處 啊 剃完牙的他 終於空出手手手前手了 小小看吊吊吊一段路後 兩人各自開車 娘身車一路領著女生車往home去 到冥水路某大樓地下停車場後 雨婷從大門步出 到便利商店買兩瓶飲料後返回 前腳才剛剛進門 就換林廷漢 也是去便利商店買東西後 再返回同大樓 一前一後相當小心 啊 辛苦辛苦了 這住處應該是 林廷漢2020年疫情期間 購入的樓中樓套房 去年底他受訪時表示 投稀款是靠阿嬤 當時把房子出租 每個月兩萬多的房貸 剛剛好是用租金償還 自己住父母家 想不到現在套房 就成為他和雨婷的甜蜜小屋 啊 謝謝阿嬤 一定是以事業為主 不會想要去談感情的事 在一種互相了 其實 兩人戀情一開始是飽受批評的 據悉 林廷漢戀上雨婷後 要求當時女友往檯面下去 雨公開合雨婷的戀情 相當狠心 當時女友說 正攻變備胎 然後看著你跟小三公開 我真的抱歉 我朋友群裡面 依然有你的家人朋友 但我實在隱瞞不了 不想再為你隱瞞事實了 直到最後你都沒有悔改 依然覺得自己可以愛著兩個女人 甚至告訴我要公開和她的戀情 對你的事業有幫助 我祝你心徒順遂 趁到你想要的熱度大紅大紫 林廷漢否認表示 一切都是誤會 當時她已經跟前女友分手 至於讓雨婷被誤會當小三 也有道歉 至實不知道 但袁正弓啊 人家爸爸在說你沒學到 那麼愛她 為什麼不把她留下 是的 30歲的林廷漢 是資深歌手林隆璇的兒子 從小而入木染下 16歲就開始創作 陸續發行各種作品 直到參加人氣節目 娛樂百分百的 阿霧狼人殺單元 加入黃偉進戰隊 為她打開知名度 也和許多藝人朋友成為好友了 當然也包括雨婷 原來都是狼人殺的錯 是有因素 有因素 是有因素 有因素